这一章我们讲一下现场环境 其实这一部分内容 在我们 就是在我的上一门多达JS课程 就那个从零开发博客WebSero 那个课程里面都已经讲过了 而且那里面讲的也比较细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课程完整一些 我们把一些特别核心 特别关键的地方 我们再去重新提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重新讲一遍 并且结合了我们 这个已经开发完的 这个微博的这个课程 我们再去讲一遍 就是重点的地方再提一遍 然后说一下这个 我们这儿是讲的是个线上环境 对吧 不是讲的上线的过程 那上线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 不管怎么操作吧 其实就是将代码 部署到服务器 然后呢 是执行 面临启动 重启服务 一般就是这么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 一般是由我们 潜众开发者里面去操作 一般情况下 实际的 环境的一个部署 或能力的一个输出啊 一般都是 由运维人员来提供的 并不是我们自己 去重启服务器 我们自己去把服务器 把这个部署能力给做上 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在大公司里面 大公司里面 会有专门的运营团队 来去做这些 就是告诉你怎么去部署 告诉你怎么去重启 然后把它们做成一个 傻瓜式的工具 然后你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提高效率 而且这些工具呢 还要和像是部署啊 重启啊 还要和具体的项目管理流程 结合起来 比如说 你要上线的话 就能随便上了 对吧 你要经过一些审批 然后经过一些报备 比如说发邮件啊 有什么评审的一些记录啊 那么这些才能上线 你要随便上的话 上出问题来 那可能这个责任 就不好分担对吧 那所以说 这个地方 如何部署这个地方 我们不讲 就是怎么去部署到服务器上 这块 因为不好统一讲啊 不好统一讲 不同公司不一样 而且这种方式呢 有的是就是说 它没有一种 特别标准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有一种规范 我们可以遵守啊 这些相细的嘛一样 它不是这样的 不同公司不一样 甚至是大公司和小公司 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种地方不好统一讲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介绍几种常见的形式啊 然后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 给它查一查 我估计也不会 较较特别详细 因为这会儿 并不是我们开发人员的 一个本职的一个工作啊 可能在小公司里面 需要开发人员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大家记住 这个地方 不是说我们开发人员 需要做这个事情 而是说你已经兼职了 一个运维的角色 明白这个意思吧 你已经兼职了 运维的角色 也就是说 你把运维的封给干了啊 并不是说 要求我们 其他开发人员 必须汇列东西 然后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就是线上环境 就是我们这个标题 比如说 有些线上环境的东西 需要我们其他开发人员 去了解 必要的理论和工具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虽然说 服务器不是我们提供 部署的能力 也不是我们提供 怎么去部署呢 我们也不好统一讲解 怎么重启命令呢 也不是我们提供的 但是如果线上出了问题 需要我们去线上的服务器上 去排查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一些必要的工具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代码在线上 是怎么运行的 它一般是 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来运行的 我们这样 我们才能去 去线上排查一些问题 要不然比如说 有些问题在线下 比如说在你的开发环境下 浮现不了 不出问题 但一上线就出问题 这种事情 是非常常见的 对吧 那这个问题 再怎么办呢 你不能刚才有的时候 看着 我看着我的代码 和线上代码是一样的 那肯定是一样的 没人改过 对吧 那为什么 我在电脑上说好了 线上电脑就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 你们又傻了吗 那怎么办呢 去线上查呀 去线上环境查 线上的机器查 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了解 这样的理论和工艺嘛 其实说到这儿 我又想起来 就是我们很多同学 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会给我提问说 哎 老师你看我 跟你写的代码 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你那边 没出问题 我这就出了问题了 然后我看代码 是一行一行对比的 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对比的 完全一样的 那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我这儿没问题 你这儿有问题 你查呀对吧 你别光说 眼睛看的代码一样 你就是一样 你得去具体查 在你的环境下去查 什么环境下出来问题 你就在什么环境下查 对吧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 线上的一些理论和工具 这样才能 有助于我们 去线上排查一些问题 而两者不一样的是 如何部署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每个公司不一样 但是线上的环境 它基本上是大差不差的 比如说我们不管 怎么部署到线上去 部署到服务上去 服务上的环境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它用的哪些理论 它用的那工具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口 我们是很容易讲出来 而且是有必要统一学习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先把这个 如何部署这个地方 介绍一下 它是这种商业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大公司 就是像那种 一线互联网公司 那种上千人 亚航团队 是上万的 亚航团队的公司 他们会自研上线平台 专业团队维护 制定规范 傻瓜式策略 就是我说的那种 比如说像DAT 这种大型公司 或者说DAT以外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什么京东 像头条 像这种DD 这种一线互联网公司里面 它都会做这种事情 这种自研上线平台的名字 也起的非常怪异 有的公司叫这个名 有的公司叫那个名字 反而是挺怪异的 就是到每个公司 名字都不一样 而且那个界面 也都不一样 操作方式也都不一样 但是基本的流程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傻瓜式的流程 就是你要提交上线单 然后完事之后 交给上级审批 审批完之后 然后交给那个OP 就是愿违人员去审批 批完单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 从来上线了 反而这个东西 都傻瓜是操作的 一般情况下 你去了之后 你只要能进大公司 这种平台 你基本上 别人上线 你去看一眼 然后记一下 第一步该怎么做 第二步该怎么做 记一下你的审批人是谁 完事之后 基本上 十分钟就学会了 就这么点 OK这是大公司的 大公司它是为提高 整体的这个效率 因为它的演化人员特别多 所以它必须要弄一个 很好用的 一个傻瓜式的平台 去这样维护 这样才能把它正常的 上线的流程给运转起来 这是大公司 然后一般的 就是中小型公司 我还能有下面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就是Git服务商 加Webhawk 就是我们在Git服务商 Git服务商 加一个Webhawk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勾子 勾子就是说 在什么实际下 我们不发这个勾子 它的勾子可以建在一个 比如说我们合并的 MasterFinder上 就出发这个勾子 这个勾子里面就写了 自动出发部署 这个呢 也是也需要和一些 东西联合起来的 比如说你的Git服务商 要支持这个Webhawk 然后呢 你的Webhawk里面 要就是有这种能力 去支持自己写一个脚本 然后这个脚本 你要去 比如说把这个代码 拷贝下来 然后已经压缩 然后上传服务器 等等这些 反正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说我们 直接写个代码就能运行的 这个我们也写不了代码 一般的东西特别多 而且这种方式 不一定是每个平台都会有 然后呢 我们看第三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像 就是使用PMR Deploy PMR的工具呢 我们等会儿立马会讲 这个工具立马会讲 但是这个Deploy的工具 我们不会讲 这个是个工具 你就认为 这是个工具就行了 这就是个命令 然后你要手动 这些这个命令 将代码 本机代码 不许多先上去 反正这两种方式呢 都相对来说 比较粗糙 然后比较简单 比较粗糙 然后呢 也比较原始 也相对于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当然是最好的 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说 像这个 制定规范这块 比如说第一种方式 它可以制定 你必须经过几道审计 才能完成 对吧 然后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 就没有这些事了 反正只要 谁能把代码 核在MAS上去 或者说 谁能执行这个 PMR Deploy 都可以把这个代码 布鲁线上去 所以这个呢 就比较原始 比较粗糙 这是我常见的 几种那个 部署方式 然后 大家可以去 像第二种 第三种 大家可以 自己去查一下 然后第一种呢 这个就不好查了 这个 反正你也不用担心 反正你只要是 能进大厂 能进大公司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去说 我们现场环境 需要掌握的工具和理论 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PMR的 部署和使用 PMR 也有叫PM2的 这都可以 PMR呢 它是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后面的说 反正是 我们的Nordx 线上一绳 PMR 我们必须学会的 一个工具 然后呢 是Enix做代理 也就是说 Enix呢 是 无论是Nordx 还是Java 还是PP等 这些所有的平台 都需要用Enix 做代理 或者说做转发 所以说 这个呢 也是我们特别常用的 一个工具之一 最后呢 是日志 我们就开始说过 就是说 如果是你 比如说有个服务 你在本地没问题 然后在现场 出了问题了 这个时候 你第一要看的 是什么 就是日志 看看有没有错误日志 对吧 有错误日志的话 就能查出来 你如果是连个日志都没有 那就抓瞎了 而日志呢 不光是错误日志 还有一些自定义的日志 比如说在什么世界下 我去记录一条日志 然后这样的话 有了日志 我们就知道 这一步原来是操作过的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记录 那个访问日志 比如说我们通过日志 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近有多少流量 每一条访问进来之后 我们都会记一条日志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那个我们最近的流量是多少 或者说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我们我们比如说 一个月之内的 所有的QPS的峰值 所谓QPS就是说 每秒访问量 每秒访问量 就代表这个服务器 需要做多大的 那个扛压能力 比如说每秒访问量 达到2000 就很厉害了 对吧 QPS等于2000 那就很厉害了 所以说你的服务器 是不是看一下 要扩容啊 等等这些 当然这些 完全是我们开发人员考虑 有些是需要运营来考虑 所以日志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作用就是说 我们把错误抛出之后 我们把日志记录下了 然后有问题 我们可以去日志里面查一下 这是我们能牵涉出来的 最大价值的地方 对我们开发人员来说 当然对于运营人员来说 日志可能是访问日志 会跟大一起 所以说日志 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本章就根据这三条内容 去爱着去讲一下 该怎么去使用 该怎么去配置 以它形成的一些理论 和一些模型是怎么样的